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香港的房地產 香港的一手樓成交是九年來的新低 即是只有9500宗 為什麼會這麼少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利息在過去幾個月 是兩三個月的時間大幅地抽升 大幅地抽升令到以前有些發展商 以前是沒有想過利息的因素 今時今日都會想 同樣道理也發生在一些買家那裡 買家都會去猶豫 因為他不知道利息會升到何時才見頂 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是會影響到買家的心理 現在的按揭利息去到三年多 三年多的時候 即是說25年的按揭 一萬元的供款 有五千多元是變成利息 肉就只有四千多 三十年的按揭 供利息那裡就佔了六千多元 只有三千多元是肉 跟低息環境那時候 差不多有八九成都是肉 十多元的利息是差很遠 大家都不知道利息何時才見頂 直至何時成家會多了呢 一是價格再調整得很厲害 二是說利息 告訴你現在已經是一個見頂了 平台期了 將來只會減不會再加 那些人才會安心去買 如果不是 那個利息再上的時候 是會很疾愛那個心理 那你在過去 19年開始有社會運動事件 也好 2000年有疫情的時候也好 那個價格或者成交量都不是低 但是反而 今年是因為利息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敏感的議題 就令到那些人卻步 因為的確是真金白銀拿出來 會影響那個公樓那個金額 他們反而就是害怕 還有第二 所以的確真真正正香港的經濟 是回得多厲害 GDP那個增幅是一個負數 亦都是令到很多打工仔 或者是有收入群那些 是會受到影響 那這兩個我想要等多一年 要去消化了 明年明確整個成交量 才會清晰 今天想說的房地產就到這裏了 有甚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